投入绘画超过40年 旅发知名画家吴逊三 和他的艺术家妻子池尚凤珠 最近回台湾举办联合创作展 他们特地在台湾重现巴黎的工作室 分享创作灵感 吴逊三说他最喜欢的画画姿势 是坐在地上做画 因为他觉得这样最好使力 而历经漫长的抗癌过程 吴逊三用创作提醒自己 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很幸福 蹲坐地上专注握着画笔 用力挥洒心中灵感 他是旅发艺术家吴逊三 这是他画画最爱的姿势 你甚至听得见他对创作的热情 因为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 那么等于在泥巴上面长大 所以小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玩具 大概都是办家家酒 办家家酒就是捏土 然后画游戏的东西 在地上跳或地上画圈圈 都是在地上画的 原始的图腾和创作 让我很感动 因为它跟我好像很息息相关的感觉 所以有感情 所以因为童年跟年轻的时候 接触这个东西里面很广 吴逊三粗犷的画风在画坛成名甚早 当年因为在创作中迷失 他开始走访全球乡野 从80年代开始进入非洲探索 足迹还深入南美亚马逊河 印尼岛屿部落去追寻原始生命 12年前吴逊三经历离癌抗癌的恢复过程 并对艺术有更多体会 他运用充满张力速度感的线条 描绘时间像是旋风般吞噬自己 他说这是要提醒自己还能创作的幸福 他和妻子创作伴侣池上凤珠 一起旅行找灵感伴双人展 池上凤珠也以生命做主题 捕捉水流的痕迹 因为水是绍纵即逝的 它流过去就没了 像传过水无痕 但是在这个瞬间这个刹那是很短暂的 那我是想借由这个瞬间水痕的 这个瞬间刹那 然后生命的流逝的那个过程 池上凤珠以家乡为名 喜爱自然元素和开发新梅材 它已呈现大自然中 许多生命都有的螺旋芝美系列画作 获得巴黎泰勒艺术家写会奖 就是它找到自然的灵气 因为有些大自然 它有很多灵气 它是抽象的 它是抽象的 那你看不到 那它怎么样去把它 这个抽象的东西 把它变成它自己的符号 自己的形象 把它演化出来 吴胜三形容两人的作品 池上凤珠是柔美有温度 自己则是强烈奔放 一阴一阳同样传达出 原始的自然气息 它不需要等待灵感 它随时都是可以创作 非常非常努力认真 一直不屑地在工作 在画画 那幸福是什么 每一个人解释不一样 对我来说 我的幸福是因为 我有多少潜力 完全能够发挥 就是幸福 夫妻俩认真评断彼此 跟相识给对方的告白 这也是两人第一次在台湾 展出巴黎工作室的状态 远景呈现 看作品 也看艺术家生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